哈喽大家好,我是黑猎文虎课版 既然点赞过了1.5万,那就给大家安排加更 也算是赶在了决赛之前复盘完了半决赛 虽然这饭已经有点冷了 不多BB,直接思路清晰先说BP 从整个BO5看来,双方的班人思路非常固定 套博在蓝色方都是班青钢影,男枪,千诀 而苏宁在红色方都是班暴女,辛德拉和卢西安 这六个英雄里有三个是版本最热门的打野 那么在理论上,第一回合的peak 涛博一抢打野,收益是最高的 比如双方都很擅长的盲森 一或者先抢中单,比如发条,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但涛博抢下了劲,这是有说法的 换风的劲在整个S10半决赛之前胜率百分之百 尤其是8抢赛,连续三把劲,直接让1追3送走了京东 所以涛博抢下换风这个手非常热的英雄 涛博不难盲森,那苏宁肯定拿了 还拿下一手非常稳的EZ,扛压很舒服 舍舍就能比较放心的去游走 配合盲森这种节奏打野联动做事 这时候涛博来了一手套路 选了一个万豪以及发条 万豪是一个可以摇摆的英雄 理论上说,这场比赛万豪还能去的位置有上野辅 辅助的可能性相对较大,上单第二 在此之前,世界赛正赛万豪出场16次 9次是辅助,4次是上单,剩下都是中单 打野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到第二轮,涛博更是连班两个辅助 一副我已经选好辅助了,就狂搬辅助的架势 但苏宁似乎根本不是这一套 也搬了一个辅助和一个上单 一定程度上,苏宁是猜测万豪大概率是摇到打野位的 因为,这场比赛大量打野被搬 能与发条搭配的AD打野英雄已经不多了 果然,苏宁拿下落之后 涛博选下了潘森 露出了打野万豪的真面目 潘森辅助算是涛博本次世界赛掏出的新东西 涛博的想法明显是想打下路的 因为潘森具备极强的进攻性 同时,在前期对落是有一定的压制作用 却潘森意味着下路一定要打优势 事实上,下路要打优势 也是本轮BO5涛博最明显的一个点 四场比赛有三场是优势对线 包括第三局的女警和第四局的汉宾 回到BP 涛博最后一手出了一个相对来说 不是很容易被版本热门康特的杰斯 杰斯主要怕刀妹、猴子这种突进型的战士 但少年阿宾是普通人吗? 很明显不是 阿宾反手就掏出了本次世界赛很少登场的猴子 猴子与苏宁这套打团阵容很契合 又是杰斯的硬康特 至此,双方阵容成型 苏宁的阵容思路很明确 EZ扛压,野斧联动,主打上半区 而涛博的阵容有些两极分化 杰斯面对盲森加猴子的组合,很难生存 队友必须倾斜资源给予保护 但这又与既定的战术思路是矛盾的 因为他们选了一个潘森辅助 下路也是要打优势的 所以,套部的阵容在兑现期狠吃CASA的节奏 要尽可能防止骚粉找到机会 同时,369自己也要扛住压力 上路不能被打开太大缺口 进入比赛 双方正常开局 都是从下往上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骚粉的刷野路线 他是六足野全亲 放掉了上半野区的河蟹 而从CASA这边来说 虽然没有具体信息让他知道骚粉的开野路线 但他却准确预判到了盲森的动向 在3分30秒 下路动起来 发现河蟹还没有被打掉 CASA立刻就在上路三角草丛聘信号 示意369小心 369果断后撤 蠢蠢欲动的骚粉只能回家 CASA顺利的双河蟹开局 前面下路利用组合的优势拿到献权时 JK Love直接去对面野区补了一个眼 这个眼位让CASA看到了骚粉刷第二轮野怪的时间 所以CASA一直在聘骚粉位置 5分20秒预判骚粉在打F6 5分49秒预判骚粉在打石头人 但实际上CASA的预判慢了7秒左右 骚粉5分13秒就打完了F6 5分42秒就打完了石头人 开始回程 这不CASA的预判慢了7秒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CASA在入侵野区 做第二波河蟹视野的时候 实际上 骚粉已经到位去打河蟹了 两人就在野区擦身而过 而同时 己方的预言家也还没有到位 就是这7秒的时间差 让骚粉拿到这只河蟹 这是骚粉画不可能为可能 利用自己的刷野速度 虎口夺食 拿下了一个河蟹 但CASA也不亏 利用中下的线拳 直接拿下小龙 此时 第三轮野怪刷新 CASA看到瞎子 依旧是从下往上刷的路线 8分11秒拼了下红buff 但实际上 骚粉在打完石头人后 根本就没有刷红 因为前一波 猴子已经把杰色的闪现打了出来 而且猴子布置在上路的两个视野 清楚地知道杰斯并没有去作严 盲森就这么大摇大摆地 过来抓死了杰斯 本来这波苏宁赚了很多 可惜 在后续盲森棒棒推线的过程中 哪怕用上陈剑 也没推进去 原本准备去打三郎的CASA 改变了主意 配合369拿下了这个人头 还在草丛里放了一个视频眼 这个视频眼埋下了一个伏笔 第四轮野怪刷新 骚粉原本是想刷蛤蟆 继续从下往上刷的 但突然临时改变主意 直接刷红 在刷完上门去之后 真正好在前面提到的假眼 消失的时间摸到线上 369完全没想到这一点 草丛的假眼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甚至还直接跳到了猴子脸上 可惜 瞎子卡了这个时间点 就正好逮到杰斯 自此 四轮野怪 三次企图抓上 终于在上路打开了局面 但没想到 涛博的下路是在被动的情况下 打开了局面 苏宁下路看到潘森在中路露头 直接疯狂退线 想约他 但其实他们不知道 套博才是想要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 潘森直接拼了信号 要报苏宁后路 结果苏宁倒是先上了 直接就被JKLUB操作了一波 拿下双杀 而扫粉第二次成功抓到上路之时 卡萨也没闲着 直接带着峡谷先锋 来到下路把伊塔给推了 自此 套博下路大游 这波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在于 舍着在布控套博野区的时候 是看到了喀杀往下走的 所以他直接在小龙坑上面放了个眼位 再加上河道草丛的真眼 以及蓝buff前方草丛的真眼 看上去 三个眼位似乎封锁了 涛博任何想要月塔的路径 但实际上 河道草丛的真眼 被卡视野排掉 另一个真眼就搞笑了 萨粉在上路抓人的时候 顺手用掉了手上的真眼 蓝buff前面草丛的真眼 是萨粉放下 所以直接消失了 导致苏宁后方没有眼位保护了 当然 就算萨粉的这个真眼还在 喀萨也是可以通过海克斯闪现 绕过这个视野的 总而言之 前15分钟双方打野的博弈 让双方都拿到了想要的东西 苏宁上路小优 套博下路大优 结果就是 大优的套博下路 帮助喀萨控下了前期的两龙和两先锋 掌握了节奏的领先 15分半的时候 中路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一波战斗 JK Love在和EZ中路亲线的时候 看到EZ丢下了一个线眼 但阿水没有管这个眼 后来也似乎忘掉了这个眼 直接在这个眼位的视野底下回程 并顺手拿起了水杯喝水 但没想到 EZ直接一个大招刮过来 打断了回程 洛瞬间R闪接W抬起来 竟被迫交出双招 逃回塔下 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是 其实萨粉是一个非常秀的回旋踢 可惜踢到一半的时候 被洛的W给抬了起来 一波乌龙配合 导致竟没有被踢出底塔太远的位置 直接闪回了塔里 不过 这不从结果上说 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对苏宁来说 则是丢失了一个 提前扳回节奏的机会 此时 苏宁场面上属于劣势 所以急于打开局面 最好的办法就是抓单 打断套博累积龙魂的节奏 所以在第三条龙刷新前 Angel直接来到下路推线 苏宁不断聘信号 是一杀黄可以把线推过去 抓一下来塔下首线的人 这个人最有可能是发条 因为视野里面 是看到发条的下半去的 虽然这波是苏宁谋划已久的 钓鱼职法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因为Angel并没有进下路 最外面的曹丛 他一直在卡兵线的视野 直接进到最里面的曹丛 就是这一疏忽 导致这波计划的全盘崩塌 因为陶伯从始至终都知道这件事 草丛有个真眼 清楚地看到了沙皇的位置 所以陶伯立刻狂聘信号 哪怕看到了猴子也不慌 有闪的发条直接上前 潘森和万豪在后面守株待兔 果然等到了盲森 陶伯先行落位 秒杀了盲森 空下第三条听牌龙 局势大好 原本正常情况下 陶伯迎面已经很大了 苏宁只赢一手猴子打团 无解翻回 但没想到 还真出现了这一幕 第四条小龙团 369自己拼了个信号 自告奋勇在旁边钉猴子 防止侧翼被切 369也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陶伯清楚地知道猴子的位置 小龙被拿掉之后 陶伯决定开团 369标记了一下猴子 JKLUF上前A了一下猴子 万豪立即对着猴子开大 只要把猴子从近的身边带走 陶伯这波就完全能打 没想到 阿斌及时开出假猴 挡了这个大招 直接一套无情三连 把劲给敲死了 套博团战立即崩溃 直接被打成0换2 套博双C阵亡 关于喀萨爆假猴 我这里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个小技巧 正常来说 标记一个敌人 标记的持续时间是6秒 6秒钟之内 头上都有这个瞄准的标志 重点来了 但是 如果你标记一个猴子 在4秒之内 标记消失了的话 那就说明 他放假身了 我们看一下比赛这波 23分11秒 369标记了猴子 但是在23分13秒的时候 喀萨爆猴子的那一瞬间 标志已经消失了 也就说明了 猴子放了假身 我把这个小技巧科普给大家 之后打游戏的时候 可以用这点来分辨 你要打的猴子是真猴还是假猴 回到比赛 这波之后 苏尼拿下大龙 立即翻转了局面 局面从套博大优变成小猎 但套博还能玩 喀萨在中路抓死一贼 成功拖断了苏尼的节奏 双方打到第五条小龙 369依旧在侧翼防守猴子 可惜杰克拉夫闪现向前 说掉落的同时 猴子也闪现下来 二段大招切死了劲 套博直接被一波给带走了 总的来说 这场比赛 前期双方打野通过一些博弈 都拿到了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尤其是桑粉 在三路被压的情况下 硬生生的在6级之后 帮助猴子从上路打开了缺口 让猴子成为了打团的X因素 切死了最肥的劲 而对套博来说 前期该拿的也都拿了 可惜中期打团的两波失误 彻底葬送了比赛 明天就是决赛了 决赛总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要2万赞和5000收藏不过分吧 赞和收藏越多 决赛打完跟的就越快 苏妮加油 冲亚 LPL最后的排面和希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的比赛细节复盘 不妨动动小手点个关注 我是超能干的小黑板 我们下期再见